悟名长老 曾亲历并见证 南无第三世多结强佛 请佛陀从虚空降下 真经甘露的显宗精神理秀 台湾中国佛教会前理事长 悟名长老 2011年7月19日 观音成道日在海明寺园集 适寿102岁 当天海明寺正在举行观音佛期 上午信众欢心 庆祝观音菩萨成道 下午得知 悟名长老意义远及 身信众等 急重念佛回向 祈愿长老早返说婆 广度有情 悟名长老一生严守戒律 踏实修行 以观音法门为根本 音门深入化人无数 被赞誉为观世音菩萨 在台湾的映画 在佛教险中 数有世界身亡之称 在南无第三世多结强佛 为其佛将甘露加持灌顶时 显露化身 二面两臂 露出他原本是菩萨应世的圣身 以下照片为悟名长老 会拜南无第三世多结枪佛 佛陀为他做甘露加持寿法 1960年 悟名长老创建千祥山海民财寺 1962年创建观音财院 从大陆赴台后 积极从事弘扬佛法之工作 各地演讲佛法 主持佛妻 举办大悲惨法会等等 1963年 悟名长老应北东佛教总会之请 赴美国纽约弘法 开华山赴美弘法之间区 并于哈佛大学 纽约基督教教会 圣玛丽天主教堂 以及各大学公司机构等 演讲佛法三十余次 度众三百余人 并于美国创办中美学佛会 以及洛杉矶护国禅寺 于1965年创办海民佛学院 培育生青年 对佛教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 卧名长老并以效法观音菩萨慈悲之悲心 在社会福利不健全的年代 新办社会公益慈善 扶贫济弱事业 1972年创办选葬慈幼院 收容孤儿数十人 他还在大陆办上海仁恩诊所 上海仁恩斯州所 及物名爱心小学等 加强了两岸之间的佛学交流 物名长老是瘦102岁 生那八十八载 戒那八十二下 发愿云集后坐钢 留下全身设立 共世人瞻扬李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